在換防到外圍之後 沒辦法 適時的縮防 好像這進攻籃板 張跟鈺切入進去得分 酷寒戰士 還是八分差 張跟鈺在底線 隊友都叫他頭了 張跟鈺連得五分 所以這兩個Fill Go 對於張跟鈺 對於勇士隊來說都相當重要 這個切入 我覺得挑戰籃框 包括這個 他的底腳本來就是他的一個熱鬚 好 看最後一波進攻 剩四秒鐘 李竸杰過來就交給張跟鈺 拿到球就吃成功手 就 張跟鈺最後被換上來 就是神調度 哇 真的 徐總真的太厲害了 張跟鈺單捷11分 絕對是勇士隊在第二節 還能夠維持這四分 些微領先的關鍵人物 對 其實在板凳的得分上面 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這跟鈺真的把板凳的得分給扛起來了 對 張跟鈺早早就跑到定位了 這個兩分現在也切切實實地把握住 中榮在防守端的表現 是比較讓人家印象深刻的 張跟鈺開前秀在發球線 後面出手 對 手感沒有受到影響 其實也沒有給我什麼特別的目標 就 就跟我講 可能上個場就做好平常訓練該做的事情 對 好 最後我想希望給大家再給曾鈺掌聲好不好 就算前幾場沒有辦法的機會表現給大家看 但是他還是很認真 每一場繼續都練球 而且他態度非常正向 鼓勵自己 接下來 我們要來請 先請隊長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 大家好 我們有點害羞 好 馬上來快速問一下 文誠 今天感覺大家有發現 你在第四節才上場 感覺應該也是教練團的安排 那在最後 剛剛 就在剛剛我們的左手邊這個籃框 補進最後的兩分的獲勝制勝球 以及 我們第一次帶領勇士 終於贏國王了 有沒有什麼心理話 還是什麼分享的 跟送給所有的勇士夥伴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但我覺得 還是要鼓勵一下更衣 畢竟有更衣前面的好表現 才有後面的我 對不對 就是有團隊 才有大家一起拿下的勝利 好 今天我們直接加碼兩位到上 簽名槍 來幫我簽名 謝謝 謝謝 請 歡迎 谢谢大家